早晨好 新第一天又开始了 哇 今天天气也不错 今天有云 昨天稍微阴了一下 但是今天天气温暖了 打开窗户都不是那么冷了 啊 内蒙的云就是这样子的云 不动 今天要是这样做的 今天就这样了 今天可能上去车上去 装一下投影 然后 装一下音箱 我们这次走上次走的时候 是带着这个音箱 这个音箱呢 它是220伏的 有点费电 这次我们带这个音箱 这个音箱是它自带电池 蓝牙连接 刚好我们那个投影仪可以 用它做音箱蓝牙连接 就实现无线传输了 测试一下这个 这个不用带了 测试一下 电脑投屏啊 以及iPad投屏 手机投屏 你怎么在这儿带着 在iPad我们要拿着 电脑手机 以及这个音箱 它就是我们这一趟旅程的小伴侣了 试一下效果 好 穿衣服 今天好像不太冷了 外边 不太冷了 再穿两层的 热的就脱掉了 好 出发 拿个大火机就好了 放车 哎呀 把门打开 晒是太阳了 鞋拖着行 这给马开来 亮一下 我们想办法给它找个位置 固定 好 好 好 外边有风有灰 算了 门还得关起来吧 开个窗子套套器就可以了 放任何电器 我们都需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它充电的问题 所以我刚才观察了一圈啊 这是我的两个硬盘线 这个硬盘是用来备份用的 所以不会经常用 这两个线我们等会把它 卷起来 先放这边 这边我又接了一根 给它充电了先 这样真的保证它长时间的满电 哎 不是这个 这个 好 我们现在可以启动了 咚咚 没有问题 把它放到这个位置 反正这个位置不会有人坐 刚刚好 iPad呢 我们等下用iPad投印一下 试试 哦 接下呢 这个梯子我们要拿回去 当我贴完贴纸吧 因为车厢还有一些贴纸 贴纸要贴起来 所以它 暂时还有它存在的介绍 哎呦 好 我先放在这边 我们先把它拿下来 给我们木布 拿下来 可以吧这样 大概可以 反正我们现在只是测试啊 哦 那就不能不能这么亮 太亮是没没法看的啊 灯关掉 哎呀 再加点油 要不然它哗啦哗啦响 最唧唧的响 充电线 哦 有点黑哦 好 现在启动 启动完之后呢 我们这次忘记拿那个 遥控器了 没办法 我们只能蓝牙匹配 从这个上面操作 我们把这边灯打开点 我这是这个灯打开点吧 只要能看得到就行 我们来选设置 设置是哪个 这个 哎 哎 上下左右怎么没反应 哦 关机这边 设置 蓝牙 看到没 这有个蓝牙设置 呃 劈队 配对 这个东西配对呢 其实比较简单 按着两秒 它开始闪了之后 我们就在这里边 应该来找到这东西 可用设备 只有一个 哎 17 是这个 正在配对 已连接 OK 我们先把它 先拔掉电 补充它 先放在这 然后随便拨点是吗 拨 我们看能不能投屏 我们主要是来看这个投屏的 比如说在 有空 我们先拨个东西吧 成功连接 关闭推荐 然后我们再点TV TV它下边有个乐播投屏 看一下 哦 开始投屏 看声音 主要是声音 我们现在是确定声音 是不是从它出来的 哦 流动的 没想到 不不 你竟然也会喜欢海豚 海豚 可以哦 对啊 难道 你不是看了报纸上的广告 才坐上这艘船的吗 还不是呢 我之所以会坐上这艘船 是因为一封奇怪的信 一封奇怪的信 对啊 可以 就在一个礼拜以前 可以哦 它这个手机直接投屏到投影仪 然后投影仪连接蓝牙音箱 这样的话就完美了 可以可以 你来把这个 稍微进来点阳光 就是即便进来阳光 你看它这个 还是可以看到 不是那么 不是彻底看不见 它这个流明虽然不太好 但是也不至于那么不好 毕竟是小嘛 我在车上要讲究省电 要省电 还要这个 干什么 还要便洗 因为它占的体积 真的很小 只有这么一点点 刚好到这个屏幕下方 这个也不影响 嗯 可以 主要是它 一定要配合它能有蓝牙使用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电影 室外也可以用 为什么要带这个呢 因为上一次那个 它是220伏的电 它 是有电池的 可以用据说官方数据 可以用四十几个小时 但是我们长时间给它充电 保持它满电 就放在这边就可以了 可以